纳塔利波特曼 纳杞性动物的剥削 只有在活跃与女性相关话题之后 我才意识到我的素质主义 与这些话题密切相关 纳塔利波特曼说 牛奶和鸡蛋不仅来自牛和鸡 更是来自雌性的牛和鸡 我们正在剥削女性的身体 并滥用雌性动物的魔力 来制造鸡蛋和牛奶 英语中没有女性与雌性的区别 真是非美 而这个词 也是英语中女权主义 又称女性主义的词根 为了制造牛奶 母亲与孩子被破分离 动物们在如监狱一般拥挤 且多病的环境中生产乳质体和大类 对待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没有引 请我们的特别关注 雅虎新闻称 这次论坛的群众都是依靠改变自己的市区而赢得门票的 而波特曼告诉他们 不要受到反对者的防碍 按自己的信念去吃 他说 现在有很多人嘲笑素食主义者 对吧 很多人嘲笑关心任何事情的人 对吧 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议论 但我要说的是 关心这件事 本身永远是好的 而敞开自己的心扉 把别人的痛苦 视作自己的痛苦 一般去关心和改变 则是最美好的事 你们今天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就是要把时间 用在确保变化的发生上 无论这些变化来自环境问题 动物权利 妇女权利还是平等 他说 纳塔利波特曼是一名出生在耶路杂冷的以色列犹太裔美国女演员 曾出演过这个杀手不太冷忠的小女孩马蒂尔达 《星球大战》中安娜今天行者的恋人 帕德梅埃尼达拉等角色 并在 2010年凭借在电影《黑天鹅》中的表演 获得第83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纳塔利波特曼自九岁起 便成为了素食主义者 并在八年前成为纯素食主义者 如果吃肉败也拒绝大类喝奶类食品 他说 自己成为素食主义者是因为把动物当成了孩童 而成为纯素食主义者 则是因为他觉得这么做对地球有利 纳塔利波特曼的这一观点遭网友炮轰 吃泥把泥 甚至有网友表示要脱粉 也许 لي一些 滴触不到 岁起泥